299 南方都市報 廣州版 廣州樓市下半年兩點研判 賣地加兩筆加價豪宅成交育翻新 2015年7月14日必看D.02優泳分徐鳳王嚴寧下半年 廣州單價超4萬的高端住宅供應大增 南都記者王集號四上半年 房地產市場基本交出了一份華麗麗的考試卷 來自中國指數研究院另一份數據顯示 全國五十個主要城市2015年上半年月成交量為2600萬平方米 同比上漲25.5% 其中第一季度同比似平 第二季度大幅上漲大動整個上半年成交量出現2010年以來最好水平 然而 下半年雖然高調開局 但市整體經濟環境仍然讓市場擔憂 房地產出現前所未有的複雜獨面 如果不再招出地談論房價漲還是剛 懷著看大氣的心態去審視廣州 什麼亮點或者創新值得關注 值得期待 甚至值得再入歷史 南都記者從市場 企業 土地等方面統計了七大亮點 當然 患有很多比喻陸地能否繼續保持第一的補助 房企涉足教育和社區服務 互聯網金融等話題 也時很多人希望能仔細討論一番 介於有聲內容已經報導或者同期報導 或者時間持續性較強 將不再此序述 兩點一廣江新城華麗麗亮相兩點展述 2014年初的地皇葉 造就了廣江新城的高起點 高達兩萬或超兩萬元每平方米的樓面地價 讓業內早早預判它未來的售價或再四萬元每平方米 這個價格相當於越秀區、麗灣老城區、天河區中心區的價格 而目前包括斌江通等中心版塊的一些豪宅二手房 也不過是三萬多元每平方米 由於是廣州老城最大的舊改用地 亦不小心還撞上地皇的窗口 人們對它的關注從前年至今都不爭減弱 下個月 廣江新城的手盤中海花灣一號 就將開放樣板房 緊接著十月份 金融家融稅華府也將華麗登場 和大家以往的思維略有出入 廣江新城率先亮相的兩個項目都非主打大戶型 中海花灣一號的住宅產品為80至160平方米 金融家融稅華府首批戶型則會有70至110平方米的 江西中小戶型即扁以三折頭計 這意味著要在廣江新城買一套江西房也得210萬起 而這個價格 目前在海珠區和天河區的中心地段 其實可以買一套90平方米左右的小三房 採寫 南都記者邱詠勳實習生將崩平亮點以外地企業再隨手收亮點展述 稍微留意下 近兩年在廣州土地市場相對活躍的不乎有多家省外房企 看慣要廣州房企開發的產品 不少追求新奇感的購訪者 都很想看慣者者省外房企開發的產品 究竟掌灑樣 在北方已造高端產品注稱的龍爐 在廣州的首個項目將在今年下半年入市 項目為儲天河東奧體板塊 市龍爐地產去年以總價37.8億元競得 總佔地面則約為185,600平方米 據項目相關負責人的透露 此項目以定位為中高端社區 首批產品則以避稅為主 大部分高層產品 此外 堪稱大手筆的金融街 在廣州的三個項目都在今年亮相 最先入市的張偉偉於潘如區市橋街 盛太路的金融街融稅蘭灣 目前項目臨時植代中心已開放 計劃8月入市 據說 產品均為全南向護形設計 護形為70至110平方米的2至4房 位於羅江的金融街融稅月府 產品包括52棟萬波聯排低層住宅 及五棟山景高層住宅項目 計劃9月入市 而備受關注的麗灣區廣江新城項目 金融街融稅華府 預計於10月入市 採寫 南都記者徐鳳2.3瑞士廣州第一盤 2點展述 住宅物業市剛需 商業物業市投資 當年來廣州第一盤基本都被住宅項目壟斷 譬如當年的中海與城 花育水案等等 但是今年隨著總投資500億元的 廣州萬達文化旅遊城加入戰局 2015年廣州第一盤的 有可能被商業辦公物業占據 根據陽光家園統計數據顯示 截至到目前為止 廣州萬達城今年已經賣出685套商鋪和1929套公寓 銷售套數上遠超上半年住宅項目第一盤南沙濱海花園 同時根據廣州萬達城統計 今年廣州萬達城已經累計收金21.2億 也與上半年住宅第一盤的銷售金額在百重之間 更關鍵的是 今年下半年 廣州萬達文化旅遊城目前仍有3339套的貨量可受 而且根據該盤近一個月內的銷售情況來看 基本上每一棟公寓開盤都在一個小時內賣完 可見 該盤即有可能在今年完成5000套以上的銷售套數 成為2015年度的廣州第一盤 彩社 南都記者林廣2.4海兩地快供應2點展述 在年度任務相對固定的情況下 土地市場經過了冷清的上半年 就必然要迎來火熱的下半年 至少在供應端應該是這樣的 統計數據顯示 在今年上半年 廣州通過招拍掛方式出讓土地收入368.53億 同比去年412億 就減一成 也就是說即便今年的賣地收入於去年的844億持平 下半年也要賣近500億元的土地 更關鍵的市在量 年初廣州計劃推出土地面積達1621.45萬平方米 但是上半年成交中地面積僅211.28萬平方米 上半年內廣州僅完成全年任務的13% 很明顯 如果廣州要完成年度推地目標 下半年將會推出海量地快 同時在目前市場未有明顯回亂跡象的情況下 下半年土地市場估計加量不加價 從區域來看 根據年初土地供應計劃 南沙預計將推出224萬平方米土地 但上半年內 南沙僅在4月份出量了3宗工業用地 面積僅7.91萬平方米 因此下半年南沙在土地市場可能大有作為 另外金融城今年共有7宗土地供應 目前僅成交1宗土地 沉寂了一段時間的廣州南站 今年也計劃推出6宗地費 都將在下半年推出 採寫 南都記者林廣2.5超2000套豪宅上市2點展述 上半年 北京、上海、深圳三大一線城市豪宅的成交價格普遍上漲 北京總價3000萬元以上的成交逼近2014年全年的水平 上海超千萬元豪宅的成交同比上漲一倍多 深圳近幾個月的房價上漲更是帶動了豪宅成交 廣州雖然冷淡許多 但成交換亂無容之異 如保利天月總價超5000萬元的硫磺單位在三個多月基本受獻 然而 成交火爆的同時 供應的集中則是下半年豪宅市場令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 根據合富輝皇 中國 市場研究中心數據顯示 下半年單價在4萬元以上的高端住宅供應量為2128套 比上半年254套多了1874套 增幅737.8% 廣州明確表示 下半年不會取消限購 那麼豪宅熱銷從何而來 又去往何處 重量聯行分析認為 總體看 今年全年高端住宅成交量將顯著超過去年 但時開發商將在下半年推出更多項目 再新增供應量和去庫存者雙重因素作用下 預計住宅價格大幅攀升的機會較少 有不少樂觀人士表示 房地產豪宅市場今年上半年雖然回暖 但並未達到最好狀態 下半年房地產豪宅市場更值得期待 2.6房企玩轉跨境電商量點展述 自從互聯網紅撥發展後 跨境電商成為較熱門的關鍵詞 一向臭角敏銳的房企也擔准了跨境電商市場 把跨境電商作為其商業推廣的新戰量 其中 澳元地產市房地產界最先格跨境電商封的企業 就在上週路 羅江澳元廣場引入澳元地產從今打造的 購原跨境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及購買家跨境電商平台 借意味著廣州通手家跨境商品交易中心正式落地 澳元對跨境電商頗有野心 將大力推進跨境貿易業務 一至三年內在全國打造約80家跨境電商連鎖體驗店 再年內 除了廣州的羅江、南沙項目打造跨境電商平台外 還將在珠海、重慶、瀋陽、珠洲、南寧、澎湖等多個項目內落戶跨境電商體驗店 提供包括美元稅及元稅商品、自由訂購、跨境商品線上銷售、線下展示等多項服務 記者還了解到 今年內 或將有多個房企涉足跨境電商的行列 他們會玩出什麼新花樣 值得市場期待 採寫 南都記者徐鳳2.7戶聯網加軒營銷大戰2點展述 開發商增活閒著 為了增加銷量 衝擊業績 在營銷上也時18般武藝全部量出 4月15日 保利地產董事長宋廣局發布一條消息 保利試過貼 隨後證實之前的事件是一次話題營銷 保利此舉之後一蛇激起千層浪 之後萬科、雕、J、碧桂園等房產大惡紛紛加入戰鬥 一場私逼大戰就此展開 這是典型的互聯網營銷消思維 的確吸引了不少眼球 其中不乏有一些既博得了眼球又增加了銷量 實現了雙贏 有深人發現 2015年以來互聯網營銷手段持續創新 顛覆了房地產行業傳統儲銷認識 具體表現就是 品牌房企通過與互聯網門戶平臺聯合營銷 2O2O模式形成多平臺推廣網絡 深度滑掘互聯網創新和房地產的契合點 品牌房企環通過跨界合作的方式 與各大門戶網站合作 借助優秀互聯網平臺的龐大客流量和交易量 推廣企業品牌 提高關注到 可以說 互聯網營銷越來越受到房企的追捧 其面對越來越依賴互聯網的消費需求群體 房企有如何讓互聯網家更好玩 好看 還能完成業績 採寫,南都記者黃燕玲,隨處名外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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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